小黄加小黑五四三二一 每日经历神 小微分享给各位好朋友的是22篇遇见神的降临 我们知道呢 当我们如果拥有神的大能同住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会先预备自己 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跟神相遇呢 当然啊因为我们以前曾经有看过 一些的像外面都有贴一些像什么 天国进了啊你们要悔改啊 可是以前听的时候呢 是听一听但是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可是当这个缘分到的时候 就好像是上帝的这个时间 这个时刻呢跟我们已经接近了 而这个接近的时候呢 就表示说我们已经跟神合而为一了 因为神对于我们的人的这个预备的这个指示呢 是很明确的 要怎么样子合而为呢 就只有悔改 虽然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陈水扁他们一家人 虽然是说有一些的什么长老教会 长老啊帮他们祝福啊 但是自己本身如果没有悔改的话呢 还是一样等于零 因为那是违背良心的事情 而上帝呢就是要我们呢 秉持着我们自己的心去做事情的 如果说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话 我们就跟神就好像错身而过了哦 就像是说 当这个耶稣呢 跟我们这样子一走 然后就好像擦身而过了 就擦那么一点点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预备好 可是 如果我们除了就是说到教会去 啊 去做礼拜之外 还有呢 就真的是能够将上帝的爱 传达给更多更多人知道呢 这才是真的是遇见神的降临 因为你已经把他的爱呢 转化到自己的心中了 每日经历神 好